各位媒體朋友,還有國人同胞,大家的官,大家好 今天是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的第一天 我們還是要表達恭喜,也希望說台灣在未來的時間可以更好 那作為在野黨,還是要勁爆建築政黨的責任 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的建築等等,來深化台灣的民主 那也希望說對國家有實質的進步 在這段期間,台灣在網疫的表現做得非常好 本來衛生部門就是政府這個部門當中最專業的一群 那在醫療衛生部門,本來就是台灣人才最積極的一個部門 事實上在2003年,SARS的經驗也讓台灣在這次網疫有更好的準備 事實上也是我們台灣人民的速度,日漸提高 能夠充分的跟政府合作 所以在這段期間,台灣在網疫的表現相當好 得到昨天的成績,這個時候我們還是要 覺得我們可以覺得高興也是個家序的 不過在後續的紓困跟產業政經 就顯得政策有些不轉 包括這個萬元次亂,還有這個跟產業政經相關的 這個孤奉券 到底發還是不發?要怎麼發?到現在摸中一次 顯然還是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除了我們檢視過去四年,任務總統的執政一段 像司法改革,一片就大家覺得比較不一樣 不管說民眾黨自己做的民調,或者是各大媒體所做的民調 司法改革的成果,民眾普遍不滿 其他像這個年輕人,地信、高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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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所謂台灣面臨重大社會問題 蔡總統在第二個任期還是要有責任要抽選的獎名 不過很高興,蔡總統在今天的秀儀演說中 也呼應了民眾黨成立秀儀委員會 降低公民參政的年齡18歲 來保障青年參政的選舉 這是我們覺得高興的 那在兩岸問題上 民主自由還是台灣的何時下 在過去有一個名字叫天然 其實我覺得不精確的說應該叫天然 因為生活在這一片寶藏的人 他就是台灣人 那台灣民眾黨 他這個黨名就很有名 以台灣為名,以民眾為神 事實上也是在 復應這個價格 本黨在未來還是會用 共同社會國家治理 這兩個組織上 繼續來推動台灣在經濟高皇的進步 來厚服台灣的進步 最近民進黨在處理兩岸僵局的方式 不管是這個護照證明 發行改名 或者是 色違國家統一的這個字眼 被看得出 政策反覆不定 也讓我們覺得說在選舉期間 稍重恐怖 堅持選票 只有一種狀斷而已 那現在民進黨完全執政 那就需要完全護照 今天早上蔡總統也說 他會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也提出了所謂的八支真言 和平對等民主對話 事實上和平對話本來就是我們一塊的主戰 事實上在我們過去在處理兩岸關係上面 我們可以說達到和平相處 那也有維持對本村民 事實上我們也維持了台灣民主自由的革新家庭 那我們過去就是一塊這樣主戰 那也抱歉 蔡英文總統也鼓勵這個感動的主戰 這個在未來的時間 共同社會國家主義 還是我們的政治信念 我相信包容是共同社會的主戰 所謂的共同社會 所謂的共同社會 我們的政治上 國家自己 在於決定政策還是民意專業家 所謂專業就要自在 不用再特別在一起 科學就是科學 再恰恰 我們不以轉型利息增長利益 不以少數人的利息增長利益 不以少數人的利息增長利益 最重要的 不要因為政策利息增長利息增長利益 就是國家的利益 所以只要在這個 在高群國家自己的大使 我們希望台灣會是一個清廉、有效率、公平共同的國家 所以讓我們一起努力 建復衛民眾、打進對台灣 這個地方我要謝謝我們台灣眾黨 在立法院委員會的委員會 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台灣因為有我們可以變得很好 謝謝大家